古典音樂家,因為你看著普遍演奏 你非常清楚的知道你下一個音是什麼 你下一個句子是什麼 你下一個和弦是什麼 你下一個手指要落在哪裡 你一切都在為了下一個音 要怎麼發出來做 那個音的quality 那個音的品質做準備 而且本來就知道下一個音是什麼 對,你知道那個內容 你在為那個內容做準備 這樣可以理解嗎? 角色音樂家在做的一件事情是 即興的話,你不知道下一個音在哪裡 你在做的大腦 在做的preparation 在做的準備是在做下一個內容 到底是什麼,來做準備 所以那個差別會是在 一個大腦的準備是在 不斷的創造新的內容 那就是角色音樂 然後另外一個大腦的準備是在 對於已經既定的內容 你在想辦法在這個內容裡面 執行到你本來 100%要他做到的事情 那所以這個會有很大的 根深蒂固的不同 所以當角色音樂家 在遇到一個需要把他綁死 你要按照這樣來做的時候 他的能力就會發揮不出來 因為他都在準備 未知 那所以他會需要比較多的 腦區去處理那些 未知的訊息 比如說現在聽到什麼 我接下來要創造什麼 所以這個是比較多角色音樂家 所擅長的事情 那古典音樂家擅長的事情 就是在於說 我現在想要製造出這個效果 我已經計畫好了 我能不能執行的好 那所以在簡單來說 從更深一個層次來跟大家分享 爵士音樂家會很在意的事情 是音高 音樂的旋律的製造 音高的這個變化 還有語氣上面的變化 古典音樂家 這邊可能有人跟我一樣 就是演奏家 我們可能會常常遇到的事情 是音色 所以在爵士音樂家裡面 他對於某一個細微音的 這個音質的這個 音色的控制 因為他沒有那麼多的腦 去準備好你下一個音 音高是什麼 內容是什麼 他沒有辦法 他就只能夠做一些部分 所以他有點 有些東西他就沒有辦法做 可是因為古典音樂家 已經知道你要演奏的內容 所以你可以去想的是 音色啊 或者是什麼 這個音跟下一個音的連結啊 等個句子 這個 你現在演奏的是 在這個句子的什麼地方啊 你要怎麼樣製造 一個什麼東西 那爵士音樂家 通常就會需要更長的 去做一個句子裡面的這個變化 那我說更長是指 時間上面他需要更長的準備 去把這個句子結束 但古典音樂家 可能就是因為已經設計好了 他就會在這裡先開始做一些變化 去準備這個句子的結束 這樣